現在是Lokman在中環開一間 Soul Brew 的一間店 除了酒吧和咖啡店之外 裡面是有100對珍藏球鞋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到底是甚麼 Lokman 還親自選出放入威士忌桶發酵 簽名式叫 Soul Brew 的豆 咖啡絲沖了這一杯 Dirty 先有雲呢拿味, 再有酒香 這次Lokman 開這間咖啡店 為甚麼會無緣無故有過百對珍藏球鞋 還要有些是厲害的呢 原來他和另外三個 Co-Finder 布迪茨已經在想開店了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想做一個波鞋為主題的酒吧 但想想一下除了酒之外 咖啡他們都很喜歡 很多Travis Scott 但為甚麼沒有Fragment Low 其中一個教授Keef 他說大家在選擇波鞋的時候是最開心的 又可以放一些經典款式出來 亦都是一些個人的心頭好 最重要是甚麼呢 他們的鞋倉是足夠定期換款 大家來到的時候 就可以不定期見到不同款式的波鞋了 如果有色課 跟我們一起談波鞋 而同時你又適合三水 又適合的尺寸 其實是可以直接買酒的 噢? 這個以我所知 價值來欠證 是的, 所以就很講緣分 你又很喜歡 因為很多時候你未必可以這麼近看 而且未必可以拿上手 如果真的對 三水有對的話 你就可以 我可不可以看看這罪 就拿給你看看 正確的話 就可以付錢 拿走 多開心 85年OG版Air Jordan 1 都保存得不錯 Lady of White 很多都找不回 這款鞋是沒有推出過的 這款應該是例子 這裏100雙鞋裡面 都有幾多是未見過實物的鞋款 大家認不認得它們 很喜歡這杯 smoking jasmine的酒 經過橡木碎煙燻之後 老味濃郁 那為什麼叫做Soul Brew呢 Soul 可避免就是鞋的意思 Brew 因為咖啡 和酒 都是要Brew 亦都是因為Brew 所以用藍色做店鋪主題 這對是2022年出的 LV Crossover Off-White 一對Air Force 1 為什麼今次會展出這對呢 因為我自己的系列 有不同顏色 紅色 綠色 全部都有 但因為藍色是我們Soul Brew的 那我就想 今次藉著這段開幕時段的機會 就首先給大家看藍色這對 遲些 有些再特別一點的顏色 都可能會一次過拿給大家看 好漂亮 是 這個是全套的 原本是 對呀 我今天有個最瘋的那個沒有來的 應該是瘋了 有緣我們聊聊天,有機會 好呀,好呀 我們都接受換鞋的 如果有機會換鞋,我們都接受了 最頂的行我真的看不到是什麼 大家認到的,留言告訴我 那自己會儲這雙鞋 因為一直都有儲著儲著鞋的那些 那這一隊本身就是Kanya 和LV他們自己合作的 算是第一個collaboration 那之前都是 因為自己雖然追開Nike那些 但都很喜歡當時Nike 他們和Kanya出的那個Easy那些系列 所以覺得有機會就找到這雙鞋出來 這樣就收藏,買了回來收藏 這個鞋架的設計 怎麼像個雪櫃一樣呢 Soul Rule 除了會不停轉鞋款 大家可以來看看不同的鞋之外 還會有機會搞一些街頭文化的東西 找一些紋身師 圖鴉師 Baba Shop 過來合作 那到時有些活動,大家可以來看看 還有一件事 Ideally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裡 丟件事 我們會有考慮的 丟件事 很想要